完美的一天不但只要有元气满满的早晨 与好友在传设欢聚一堂 更要有对的健保计划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您不仅享有零付费的医生看诊 听力 牙科 视力 普通药福利 您还可以额外享有集更多中心健保 让您以优惠的价格获得更多的福利 这是一个真正为您着想的计划 您可以放心地把健保交给我们 中心健保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以您的健康为中心 联邦医疗保险年度转换期即将结束 大家都知道是今天这个时代 媒体经营面对诸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星岛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借你点击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 连结 直接赞助我们 可以参加我们的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 所有的会员将会享有丰厚的福利和礼品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圣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国海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节目播出的时间是10月9日 今集的节目题目是 《当坏人指正下危外国者》 最近我工作比较忙 所以没太多时间去深入研究社会事件 但是在朋友圈和微博平台上 见到现在中国人关心的一些时事热话中 竟然有一个共通点 这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恒大许家印香港一个叫做陈怡的KOL 以及最近被判刑的间谍梁承温之间有什么的共通点 我们首先看看梁承温这个最近被判刑的间谍 梁承温是在香港出生 他组织是广东省广州市的花刀区 他自称16岁去了英国接受教育 后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担任公务员 他在联合国纲位离职后一直在美国做生意 似乎是经营一间餐厅 但他更重要的身份就是当地华侨组织活跃人士和领导人 亦是在美国知名的华裔反台独人士 曾经是美中友好促进会会长和美国德州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 在2015年时美国南部华人团体在优士顿联合举行座谈会 由德克萨斯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美中友好促进会联合主办 当时有当地华人代表和媒体记者出席 而梁成运就在活动中公开表示 一国两制不仅能保持香港的法明稳定 亦能促进和保持台湾地区的法明稳定 2020年时梁成运和其他美国华侨界的活跃人士 亦共同表态支持港区国安法 根据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网站 这会在2020年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落实港区国安法 形容港区国安法是 《惩治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给香港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同一年,即2020年,梁成运和其他美国华侨界活跃人士共同发表声明 批评当时刚连任成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 但原来事实上,早于1989年,美国情报机关已和梁成运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将她招募成为先人 亦即早于1989年,梁成运已经成为了间谍 而为了打造梁成运在华人华侨中的影响力 美方提供了资金,帮助她捐献了很多个华侨社团的会长 荣誉会长和理事长 亦为了扩大梁成运在中国的知名度 美方指挥她去中国开展,慈善捐款 打造她爱国慈善家的假面具 那么多年来,梁成运亦亦洩取了很多中国的信息和机密 提供给美国 后来她终于在中国落网 去到今年的5月,梁成运因为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判决的消息和背后梁成运的故事生平 在一个月前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大事宣传 第二个想说的人物就是恒大集团的许家印 最近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新闻大家应该都看了很多 我也不需要再说什么细节 包括什么假离分 包括什么用信托基金来把钱送到国外 相信大家都看了很多消息 中国的字媒体里面批评许家印的文章里面 很多将许家印曾经演讲过的一段话拿出来做文章 这段话的意思大约就是 恒大的一切都是党比的,都是国家比的,也是社会比的 恒大应该要做多些慈善,因为要回馈社会 而网民就拿着恒大的一切都是党比的 这句话来做文章 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 虽然许家印是讲党、国家和社会 但当然党是放在第一位 而将共产党放在第一位,不完全是拆鞋 绝对也是有事实的基础 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说没有党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也不会有社会 所以的确一切的起点都是中国共产党 但是许家印说这句话的时候,恒大还是很风光的 意思是恒大的成功应该要归功给共产党 即是一句客气话 但是现在恒大出了事的时候,这句话也可以有另一个完全一样合理的解读 就是恒大现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需要承担责任 而中国的网民斟着许家印这句话来讲 一方面是取笑许家印的辱马 但这方面也在作出一个讽刺 讽刺着什么呢?就是讽刺着和《刀狼·罗撒海士》那首歌里讲的一样 就是不配得到成功的人得到了成功 所以他们首先讽刺的是共产党信任了不应该信任的人 但同时更加深层次的就是讽刺着《中国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失效》 将最珍贵的资源分配了那些最厉害刺鞋的人 讲完中国内地最近最大的经济丑闻就是恒大的爆煲之后 我们又来讲讲中国香港最近一个比较大型的金融骗局 就是有一个的虚拟货币因为没有取得相关的牌照 所以他们背后的运营团队和推广人员被警方带走调查 这个虚拟货币案件还是调查之中 我就不对这件案本来做任何的评论 不过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被警方带走调查的人叫做陈尔 他就是中国香港的KOL也就是所谓的网红 而为什么我会对他有印象呢? 就是因为他在2019年香港黑暴的时候 曾经气暗投名 由黄变成了蓝 如果我们翻查新闻 可以看到香港最权威的官媒曾经写过一篇 《香港黄变蓝网红揭真相,暴徒已丧失理智》的文章 这篇报道就是采访了两个由黄变蓝的KOL网红 其中一个就是陈尔 关于陈尔这篇报道是这样写的 陈尔和曾凯琪同样是YouTube播主 视频作品主要以时事评论为主 他亦在今年即2020年 1月8日发布一则视频 分享其在经历2014年及2019年 两次政治风波后的个人思考 以及他转变政见的心路历情 这篇文章引用了陈尔视频内容 这个视频内容被引用的是这样说的 2014年占中运动时大家都比较和平去集会 当时我朋友去前线送生理盐水级占领的人 我都会支持,但2019年的情况相较2014年好不一样 你看到放火、对着别人、臉贫黑漆、淋火水 这些其实都不应该是人做的 是竹生才会这样做 每次经过那些路都白敢交集 引用完毕 大家都知道这个香港的虚拟货币案件 另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叫做林作 亦是香港另一个网控 他就大家都知道是黄的 即是比较反中的 那陈尔如果真的转变了政见 为什么会和林作一起去做这个虚拟货币的推广和销售呢? 会不会陈尔其实从来都没有转变过政见 只不过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假扮成为蓝营的话 他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而另一方面他知道如果他所谓气暗透明 又可能会得到更多人的重视 可以获得更多的流量资源 这三则新闻带给了一个强烈的感觉 就是可能现在今时今日 在中国的坏人都只剩下一些危爱国者 真正的爱国者一定是好人 而假装即是危爱国者的坏人只是少数 但真正的爱国者不一定会将爱国跨在嘴边 而真正的爱国者也绝大部分是无权无势的 虽然真正的爱国的好人是佔了大多数 但在有权势有钱也是常常把爱国跨在嘴边的人里面 假装是爱国的危爱国者这些坏人比例似乎会上升 今时今日大奸大恶的人一般都会披着爱国的爱意 因为在今日的中国一个真正聪明的坏人都不会明显有亲美或摆出一种公知的姿态 相反他们都会尽可能将自己包装成为一个爱国者 所以更加难以辨认 今集的时事观集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我是国海 我们下星期再见